那么韩国队依旧会 踢他们熟悉的组织 他们怎么熟悉 他们怎么样 而且他们之前韩国队 很多的时候都打的 三五二和五三二 对吧 从我们那时候时代 从国澳开始 一直到国家队 他们基本上是五个后卫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 随着欧洲教练 随着他们到来 可能会打到四个后卫 但是他们这个两个 边后卫也好 边前卫也好 插上的能力还是很强 对 而且他们运用 利用球场的宽度都很好 你刚才说到了孙新敏 他在英超也好 他有他的进球 有他的位置 就是说他会找到空档 那么你找到了空档 你就不用去跟对方 真正的说站在这 大家去拿身体撞 足球不是说你看着撞 我有一个标准 说我们俩一块撞 没有 对吧 你要根据球 位置 球员 来去协调自己的中心 那么一会有关 是